這才這麼老的 這才三十 這才三十 八十 老師利用蔬菜及紙鈔等圖卡 模擬買菜的方式 既能讓阿公阿嬤們腦力激盪 又能訓練專注和思考力 藉此提升認知功能 減緩長輩退化速度 那今天來這邊的話就是 我就是像模擬買菜這樣子 就是桌上放很多食材 然後請他們拿錢給我 或是我找錢給他們 看應該要找多少 然後就是讓他們就是 因為他們也都會出去買東西 買便當幹嘛的 那這樣子的話 才會懂得就是找錢 或者是該拿多少給老闆 也防止他們被騙這樣子 隨著人口老化 失智人口快速增加 御史社區特別申請 失智照護服務計畫 主要服務對象 是透過各管室篩檢 記憶力交退化的老人家 每週兩天由預防 及延緩失能課程的老師 帶著阿公阿嬤們 體驗不一樣的趣味活動 讓家屬也能夠有喘息空間 那我們希望說 家屬能夠一起陪同 那我們也會設計一些說 針對家屬對這些 失智的一些認知 然後給上一些正確的知識這樣子 那也是幫助他們來面 他們認為說 家裡有老人家這樣子 他的反應比較慢 那對他們是一個負擔 那我們希望說 我們減輕了負擔 讓老人家能夠 延緩他的一些 就是我們的課程能夠幫助他們 然後讓他們就是說 社會參與也比較多 因為來自別人的話 大家會有一個話題 會聊天 看似簡單的活動 實際是透過問語答遊戲的方式 鼓勵長輩開口 不但可以訓練口語表達能力 更能促進人際互動 讓長輩有與人聊天 及分享經驗的機會 冬頭 對 然後到其中 很動腦的樣子 很動腦的 比較好 比較好 有生產的 生產的 一種比較好 雖然我們就聽什麼 學到什麼 一位高雜人就學什麼 要學什麼 我們才會做 有處理 要增進老闆 长辈们边玩边动脑 闲话家常的背后 其实是一堂有趣的认知训练 透过老师及志工的陪伴 也让他们愿意走出家门 增进社会参与 期望对长辈认知及延缓失智 有所帮助 记者洪一伦炒豚采访报道